這個無量四體並不是說 它有什麼個別的方法要一一去記錄它 不是 而是在講你苦極滅到它有無量相 那你在每一個現前現前的這一念 跟所有的一切衝突啊現象裡面 你都沒有等閒視之 它是平等的 那你是變一切的 那這個上面都要把它處理完 而不是隨便就擺著的 菩薩就是有這樣的堅定意志 而且有這樣實戰的這種勇氣 那我們世俗人都有先擺著 那如果菩薩會把它先擺著 一定是因緣未成熟度它立它的那一塊 可是自己的這塊其實是不擺著的 自己的煩惱像是會處理的 那至於自己的貪的這個部分就擺著的 利益自己為自己為出發點的自我保護 這個會保護敗著 但是對於應該處理內心的煩惱的這個點 是正視它的是正觀它的 那有的人會 會用一種轉移啊躲避啊 這世俗人嘛 拿一個什麼東西啊 什麼方法來麻醉自己 讓自己從這個地方暫時迂迴一下 這不得已的不得已 但這種很容易養成習性啊 養成習慣之後就是很多不完成 而是搜索碎碎的事情 就看你怎麼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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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